很多股民会买不会卖 经常坐货山车 今天我来分享炒股一定要会的 十条卖出法则 不管你是做短线还是中长线 都很适用 每一个法则呢 我都配了一个案例 帮助大家理解 内容呢都是干货 建议点赞收藏 反复学习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口诀 顶天立地卖出要集 先看具体的案例 在2024年的3月8日 AMD在经过一波上涨之后 出现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在这么高的位置 冲高回落 很明显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这就是顶天 什么叫立地呢 立地指的是下方的成交量 也放出了近期的高量 可见这个位置的交易者分歧较大 既有高位追涨的也有大量获利了结跑路的 而往往这样的位置出现了顶天立地 最好要卖出 至少也是一个短线减仓的信号 果然随后的AMD就出现了持续下跌 来看第二个口诀 双风触天 跌在眼前 这是一个具体案例 在AMD2023年6月的走势 途中呢 股价经过急速的大涨 来到了相对高位 在靠近130美金的位置 明显出现了杀伤力较大的看空K线 这里的高开低走 随后呢 短期震荡之后 再次冲击130整数关口 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明显的长阴线 并且是阴包阳 这样的阴包阳和前面的这个阴线 形成了一个双风触顶的状态 很明显像是一个小双顶 这时如果你发现 股价根本不能够真正的强势 收盘创出新高 例如稳稳的站在130美金之上 那么后面最好立即卖出 有的股民可能由于高位 没有来得及卖出 别忘了 这里的双风触顶 后面还出现了股价跌破 两个高点之间的小低点 随后试图反弹反冲 但都以失败告终 每次碰到这根重要的水平线时 他就有巨大阻力 这里的长长的上影线 这里的大阴线都说明 多方无力回天 果然后面继续下跌 接下来来看第三个口诀 乌云盖顶卖出赶紧 什么叫乌云盖顶呢 他指的是上涨相对高位 有两根K线的组合 第一根呢是一个阳线 第二根是高开低走的阴线 并且该阴线的数盘价 必须要低于前一日 绿色K线的实体一半的位置 代表呢卖方力量足够强势 并且有一定的反转 而这样的乌云盖顶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强势的转空K线 但如果在这样的K线出现之后 随后的三到五天 例如像图中的这个走势 明显出现大阴线 后面试图反冲 也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收盘 高于这里的阳线实体一半的位置 可见确实是卖方很强 完全压制了多方 这样的情况下要赶紧卖掉 否则的话后面跌的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案例呢是2023年2月9日 奈飞的走势 当然前面这里也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 这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案例 顶天立地的长长上影线 冲高回落很相似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经典的卖出口诀 长阴夹星卖出逃命 什么是长阴夹星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十字星它的含义 一般来说股价在上涨途中 或者是上涨高位 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字星 首先十字星呢是不论阴阳的 可以是绿色也可以是红色 那你可以看到中途有好多这样的十字星 显然这并不是卖出信号 十字星呢本身只代表多空平衡状态 也就是买卖双方的水平差不多 那么如果一个股票经过了快速的上涨之后 在相对高位出现十字星 它是一个平衡预警 但并不是卖出信号 那如何确定呢 我们来看2023年2月9日迪斯尼的走势 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十字星 结果第二天出现了一个非常长的阴线 这样非常长的阴线呢 代表了卖方绝对占优 所以你想象一下本身呢上涨来到高位 出现了平衡的走势 也就是十字星 然后再出现了长阴 那就明确代表由平衡转成空方占优 而如果随后的走势继续向下 没有任何的反攻状态 例如能够明显超过之前的十字星 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要赶紧卖出股票 如果你对比之前的一些十字星 可以明显发现 在十字星之后继续收阳线 或者收一些小阴小阳 都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就是不可以一个高位的十字星 后面跟着一根长阴线 那就很危险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口诀 长剑射天跌在眼前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一般股票在上涨高位 你能看到一个K线 实体不论大小 不管是绿色还是红色 还是大阳线大阴线 只要上面的上涨线足够长 这就是长剑射天 尤其是长剑射天之后 后面的股价震荡来震荡去 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快速创出新高 也就是数版价高于该影线最高价 时间越长的越代表多方无力 要赶紧想办法卖掉 尤其是后续如果出现明显的跳空 或者是大阴线放量 要赶紧卖掉 否则有些股票会立即出现快速暴跌 途中的案例是苹果在2023年7月19日的走势 这里的阳线虽然实体不小 也是绿色但是在相对高位收出的长长的赛影线 后面无力突破 显然就直接转为卖方占优的下跌走势了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口诀 上下死差股价要垮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上下死差指的是 上面用的是五天均线和十天均线 下面用的是MACD快慢线 如果在上涨到一定高位时 在相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五天均线死差了十天均线 并且MACD呢也出现了快速的死差 这时呢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个卖出信号往往在牛市的上升途中 也是一个调整信号应该尽快卖出 而这样的信号如果出现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或者在非常高的位置 有其他见顶信号同时出现 要赶紧卖出不要犹豫 我们再来看第七个卖出口诀 布林穿井卖出要紧 首先这张图呢是2024年1月谷歌的走势图 图中的K线在这里明显出现了 数盘价高于布林黛上轨的走势 而如果他超过之后 股价却明显回到了上轨之下 或者跌破上轨 再出现明显的阴线 那应该赶紧卖出 当然图中的这个位置更加的明显 强势的阳线突破了上轨 随后呢仍然第二天坚持在上轨之上 但这一天其实这根阳线就已经回到了上轨之内 当然随后的这个阴线呢更加明显 直接滴开滴走 这时要赶紧卖掉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快速下跌 在使用这个布林黛进行卖出股票时 也要结合目前的走势是牛市还是震荡市还是熊市 这样的话卖出会更加的合理 我们再来看第八个口诀 双叉恶景不卖不行 普通的案例是2024年2月的MRA 它指的是股价上涨到高位后 五天均线呢和十天均线 在相隔比较短的时间内 先后出现两次死差 出现这样的形态呢 往往是上升行情的结束信号 后市将会出现一波不小的下跌行情 建议呢股民朋友 尽快卖出股票离场观望 第九个卖出口诀 高位巨量股票要凉 这个口诀呢 我们使用大龙头英伟达的案例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2024年3月8日 当时出现的一根高开低走的大阴线 当时我们记得跌幅是超过5%的 成交量呢 也成为了近期的一个最高的量 这样的高位巨量股票要凉是肯定的 为什么呢 本来呢英伟达就不断的上涨 从年初的400500涨到这里的将近1000 而这么高的位置 大阴线放量而且是高开的 那一定是非常危险的 而大量的交易说明了投资者分歧很大 分歧很大的主要原因呢 一定是大量的前期买进 获利的投资者开始减仓套利 当然有一些被市场的热情冲昏头脑的股民 肯定有追涨的 但这里随后你可以看到他也出现了反弹 但持续震荡再次冲高也一直没有真正的高于这里的高价 说明了整个前面的热情和多方占优的走势已经结束 这里的高位尤其是高开的巨量配上成交量很大 一定是很危险的 所以后续的持续震荡以及无法创新高都说明了大部分的资金已经离去 所以最近才出现了震荡下跌的走势 如果真的大盘一直开始出现真正的回调 英伟达也会出现较深的回调 这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如果是短线的交易客看到这样的卖点 一般是肯定要先出来的 而中长线如果是底仓买得很低的 可能还可以再观察 但短线是一定要快速想办法逢高减棒或者卖出的 我们再来看第十个卖出口诀 三线下山不容乐观 这个口诀非常重要 它指的是我们在实战中利用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还有三十日均线来去分析决策 当市场比较强势 多方占优时明显是多头排列 股价高于五天均线 五天均线高于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高于三十日均线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股票在高位震荡之后 开始出现五天均线死插了十天均线 十天均线也下穿了三十日均线 这时三条线的数值还比较接近 这样的形态如果出现在上升行情的末端 是明确的卖出信号 而这样的形态如果出现在箱体整理行情当中 可以高抛低息 但我们不建议新手新股民去参与 因为难度很大 所以途中的案例呢 是2023年8月8日美股的CCL出现的走势 很明显在这里经过了高位的震荡之后 出现了三线下山不容乐观的走势 这就是五十三十日均线 帮助大家更好的决策 是否要确认上升行情的暂时结束 有时可能会跌到惨不忍睹 我们在实战中不可能只根据这十个口诀 单独的去卖出股票 肯定会结合市场的整体走势 以及该股票的基本面情况 甚至还有自己的仓位 以及成本来综合判断 但我们提醒您 在整个所有因素当中 有两件事特别重要 一个是你的股票的基本面价值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目前的市场的大势走势 也就是系统性风险 那么如何评判系统性风险 如何更好的顺应大势 来把握住我们的买卖交易呢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专彈谷的频道 会员铁粉视频 近期我们推出了股市认知觉醒减析三部曲 分别是转危危机之先大后小 以及转危危机之先长后短 还有思维分析为何更厉害 大家如果想认真学习这些视频 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铁粉 如果想学习更多股票干货知识 也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报名听课 来免费参加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